嚇到了 蛤? 那BAN的蠻好的 有機會那關鍵 那這把還不一定 因為這個 其實DH蠻有可能被上碗堆死的 嗯 因為DH 跟上碗的進度 快上碗一點點 有可能解一解導致自己的任務不夠快 而且上碗快起來其實很快 而且DH頭可能會被打破 那怎麼辦 那上碗 既然要求快 那是不是都 乾脆都留了 我是啊 T子更狠啦 兩把武器直接給你留下來 雙刀留啦 關鍵卡教徒 對 他還有教徒可以卡DH 逮到你囉 欸 還是 那乾脆找教徒 這兩個不要了 教徒完他媽沒有東西贏 不要不要 要留啦 那為什麼是這樣留 指引OK啊 欸 還行吧 那問題來啦 怎麼啦 你薩滿有教徒怕滑翔嗎 怕滑翔 薩滿為什麼怕滑翔 你滑蟹啦 補牌 來 欸 不怕囉 薩滿不怕滑翔 只怕 薩滿為什麼怕滑翔 薩滿其實不怕滑翔 他手上的牌本來就一顆又給我 正常來說是不怕 喔 一二三好順好順 舒服舒服 順起來了 太爽太爽了 教徒秒打了 還是 難道是 多年那招 圖騰 圖騰翻得多數的快 我還看過有一個故意要翻的啊 厲害了 不是那個閃花翻圖騰不知道是怎樣 那你到底沒問他 後來問他啦 他躲起來了 他說以後不帶上嘛 這個答案你接受嗎 可以吧 確實啊 不會玩別帶嘛 不是不是不會玩 不帶就不會翻到啦 漂亮 對嘛 誒 沒圖騰翻了 再來 狼魂 再點 給壓力 誒 上面TIS 他 這把如果沒有滑翔的話 他很難斬 因為他的衣蓋在手上 嗯 哇 主劍都在手上了 卡了又卡了 不是這兩個狼魂怎麼那麼頂啊 不是 他狼魂本來就長這樣子 這兩頭這兩頭怎麼那麼頂啊 很難 很難過去耶 不是一直以來都長這樣啊 再換 然後再二段跳 解完第一層 有點尷尬耶 這樣子如果打二段跳 那個零屍會卡在那邊 那硬幣直接抽了 加速 可以 硬幣直接抽不錯耶 多降一張嘛 對 嗯 對 還是不會 會多降一張吧 太久沒玩了 我有點太久玩 我記得會吧 我記得他是抽起來 然後 依蓋諾斯被砍之後 我沒有玩過這套牌 不會吧 我好像記得不會 不會嗎 我記得都會降到 是嗎 我記得是都會降到 都會降到 都會降到 有東西 有在玩 當然 我記得會了 因為他是同回合的那種概念 哇 哇 又打滿 好舒服 好舒服 那一定打完了 先指引看 跨節 指引看一下 跨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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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強 很強 傷害 全拿 然後教徒嘛 然後上面丟 又我在丟大哥 舒服 舒服 還是他要閃電鍵解開 然後再下一個教徒 做人沒必要那麼狠吧 可是我看他剛剛都是這樣打 應該不會 因為其實你打過TKDH有一個問題是 你就算你現在他把他打 他吸一口 你那上面會白打 沒必要 你說他那一管太大 欸 上面這邊 哇 這邊如果能滑 這手牌感覺順暢 上面應該會直接撿 AOE砸掉了 然後這一刀砍下去 幫等一下鋪路 哇 他這個滑翔卡住了 下面開第一層了嘛 其實 我不得不說 DH要贏好遠 薩滿這邊解到第一層解完嗎 他等一下 他等一下這個 這個再拿一個那個東西 投資機會 會順很多啊 投資機會先投 手上已經兩個了嘛 不錯 不錯嗎 看你要進什麼 等一下進指引 可以操作 哇 上面 只能自己來 咋辦呀 自己來 還是就滑自己的就好了 沒有 他 他這邊這樣動不了 沒有 他可以只滑自己啊 就不要流放 不要滑對面 滑自己就好 也是一種 滑起來 那這樣剛剛幹嘛按研究 要進什麼 先看吧 他想先看 看什麼 只能看一張滑翔 對啊 可是我其實覺得 對面這個手 雖然他不知道 因為正常來說 哎呦 又降到厲害了 可是現在不太希望降到吧 可以啊 是希望克圖斯之後再抽到嗎 這手牌蠻好的 OK 這手牌又有了喔 下面解完了嗎 1 2 3 4 還差一次 不滅鏈如果扣掉的話 還差兩次 他手上這回合 他是可以把那33開出來的 可是我覺得這樣好像太硬 這邊就3加3就好了 對啊 1 2 3 1 2 3 1 2 3 大哥級的喔 大哥級的喔 洛卡拉 很舒服 江這個智慧直接變75 那再加這兩隻 兩隻E 對面不解會出事喔 TIS不解會出事喔 TIS又只能再把LOE繳掉了 沒辦法 被康 又康 被康 被康啊 有教徒被康啊 原本剛剛要滑的耶 沒有下面再偷算傷害了 蛤 他在算他手上5滴加這邊6滴 也不需要偷算人 直接算就可以了 不是6次先打吧 對啊 先撞 他想要再把33叫出來 對吧他想要再把33叫出來 可是我覺得這樣剛好 進那個LOE範圍了耶 不用吧我覺得不用耶 但是他覺得對面剛剛交過一次秘法師 他覺得只炸一次不夠 他多叫33的話能夠保護洛卡拉 翻嘲諷了可以啊 沒有他這樣打比較穩 因為其實你這邊硬腳不好 因為你只要被解掉一隻那隻75 你覺得翻圖騰好還是交這個3號 我覺得翻圖騰好一點 好 再來再來還有沒有加速了 TIS快不行了 快扛不住快扛不住 有沒有什麼光束之類的 能扛一下 那這樣如果要接就要臉去接 光束有嗎 沒有TIS直接不解了 光束來了 就場 這樣的話等一下克爾圖斯 可是我怎麼覺得這樣把這個工藝石繳掉好虧喔 裡面還有一隻嘛 手上還有一個複製 還行吧 可接受 只是這樣又拖後 可是其實他那個工藝石是兩費的 沒有什麼差我覺得 下面可以把那個打出來了 577 這邊是不滅烈焰閃電劍閃花嗎 欸 他缺 他缺4次 剛好 剛好577打出來了 剛好 577打出來了 剛好可以打出去 很強欸 很強很強 算一下費用夠不夠 夠吧 3個1一個0 加2變8費 剛好 一定夠啊 只是這樣好虧喔 你這樣是吃幾個超賽 2 3 4 5 6 你等一下只有兩費 對 然後閃電劍都只投嗎 問題是他拍這一波 他贏不了 他下盒也贏不了 對啊 他就是祈禱這一波檯面夠強嘛 是蠻強的 就很強啊 一個77 一個34 一個33嘛 然後再拍出來 他下盒現在只有兩費 他下盒一定要進一個指引 他吃6個超賽 趕快趕快趕快 好猛喔 這上門很快 其實很快 可是他現在斬殺了耶 上面要怎麼辦 一定要炸場啦 AOE加那個法傷 活得了嗎 可以啊 可以解光 解得光 你說法傷加AOE嗎 嗯 然後再吸嘛 再一個魔效衝擊 他可以先吸再炸 對啊 這樣可以解光 只是這樣就要再等一回合再下克魯斯 就怕時間不夠 但是這一回合薩滿是沒事做的 沒事做 只能轉一個圖盾 看他進什麼 OMG OMG 還有嗎 你誰 還怎麼變這樣 指引咧 怎麼是這兩個 一張指引已經沒了 這樣怎麼辦 只剩一張啊 他手上是幾滴 手上是6滴 6滴啊 不能動啊 動不了 而且閃電鍵沒了 還有一張傳送門 他現在最關鍵的就是 他能不能進 充能誤換 傳送門只剩一張 充能誤換還有 他要閃花打那個 然後一對一一去蹭嗎 欸 是嗎 好像可以喔 可是這樣吃太多超仔了耶 吃爛了吃爛了 怒打6滴 場上會有 剛好滿場 可以 可以 這樣下盒比較多還可以 嗯 可是他 我其實不確定耶 我在想是不是傷害扣著更好 是 TIS有一個危險的地方 你知道在哪嗎 請說 媽的傷害幾乎全沒了 可是他只要一套就可以了 他只要一套就可以了 他只要一套 因為他手上還有魔法哲學 然後密法師還有一張 來了 所以現在缺工藝師跟 哇 Oh my god 阿怎麼辦 打頭吧 好像要解掉耶 好像不解會死 只有三艙咧 我覺得打頭了耶 打頭嗎 打頭這邊是幾滴6 6加11 差6滴耶 再聽一張傳送門 可是他沒傳送門 只能用指引 煙行獎師或指引 已經沒有任何直傷了 對 好啦 打頭好像下盒我覺得拚斬 我覺得要打頭啊 對面沒有AOE啦 欸 叫團隊隊長 那就斬了 喔 國外導播速度好快喔 好有料耶 好有料耶 這樣多少10 這樣不是差1滴嗎 還錯 還錯算錯 這誰 這誰 疑心者 復刑 可是上面是不是這盒一定贏不了 還是有機會 有機會直接斬嗎 一蓋諾斯是5費 可以喔 有機會喔 有機會 有機會 抽到工藝師加那個就斬 衝擊就斬了 還有嗎 還有 再抽 再抽嗎 還有 可以再抽 工藝師嗎 剩7張 工藝師就斬了 二段跳一張 浮影 再抽 這樣費用 還夠 工藝師就斬了 工藝師有嗎 工藝師就斬了 讓我們海盜再來 有嗎 來了 鬼斬 36滴最完整的第一套combo 比數來到2比2 太狠啦 Oh my god 早說出手別那麼重啊 來啊來啊 是誰痛 這36滴是替我的同伴打的啊 2比2 雙方贊成平手 難道薩滿要被關了 Oh my god 最後一套 角猴奇雞賊 對上薩滿 可是薩滿要怎麼已經角猴奇賊 跟他比快啊 狼魂 狼魂 再一個傳授門 有啊 有機會吧 有沒有那個 夢想的藍圖有沒有 沒有耶 很難有耶 很難有 我自己玩薩滿 我自己玩薩滿 感覺就是在等死耶 不是沒辦法 可是我們這場也看到薩滿的上限啊 T7他就直接丟出來耶 夠快了吧 你T7拍出來賊扛不扛得住 死啦